陳柏林 柯震東 西裝筆挺出席時尚盛宴 一個是暖男大人哥 另一個是金馬影帝的大熱門 被時尚雜誌選為台灣最具風格的男人代表 對於有魅力的男人要具備何種條件呢 雙帥也下了註解 該玩的時候可以很瘋狂的玩 該認真工作的時候就要非常認真工作 然後我覺得就是有彈性一點 就並不是一昧的成熟或一昧的幼稚 而我覺得是遊走在男孩跟男人之間的感覺吧 我覺得這是有自信的人 對 因為有自信 對自己領域有信心 但是在自己專長上面很努力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帥氣的男生 咱們阿東認為有自信的男人就是帥 對於有沒有信心 憑著電影在見瓦城拿下金馬男主角獎 他則說 金馬獎我對這個電影很有自信 然後我當然很希望自己 畢竟入圍就必須說 不可能會說我不想拿 但是重點是因為我看過其他前輩的作品之後 就 心情稍微妥當一點 就是對 音樂都太強了 所以就是 真的是一平常心 當然 如果是瞬間 當下是非常激動很開心的 希望他那天可以順利的把馬再騎回家這樣 兩人最近似乎都忙到沒時間好好的談戀愛 陳柏林近日忙著在上海拍戲 而柯震東則是在宣傳他的電影 兩人的終身大事何時才能開花結果呢 當然是我覺得是一個階段的事情嘛 然後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走到那個階段 不過我覺得可能它是一個會發生的必然性 不過我還是在期待著這樣子 像有些人喜歡大男人 有些人喜歡 有些女生喜歡控制男人 不一定就是看自己 我比較屬於大男人 所以我不知道就看女生喜歡 喜不喜歡大男人這樣